喔那天我仔細數了一下 有706個 這個還不包含警告燈或是斷電器 就報考高考航空駕駛科 那放榜之後就由上 我就馬上跟成榮申請說我要離職 好我們現在找不到講頭位 而且我現在要順便抽出 播音的影片的那個 得獎的愉快 Randy做一個播音的 七八七的歌 我知道我上次也有看到 你有抽嗎 我也是粉絲 你有抽嗎 這音樂很不錯 各位很多人都聽過 空橋放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會上去 然後把門打開 這時候我們就要把飛機叫起來 叫醒他 各位看 看這裡數字 好偏綠色了 好燈亮 我們把它叫醒來了 叫醒來之後呢 摸摸頭摸摸手 然後呢每個系統呢打開來 看看你 今天好不好 健不健康 該亮的燈有亮 不該亮的燈不能亮 然後呢再來每一個地方 好在巡視 好 不厭其反的 再三巡視 每個地方去看 看完了之後呢 確定駕駛艙沒問題了 客艙能打開來 檢查客艙系統 客艙系統 客艙系統也是我們 飛行前檢查的一個重要項目 好 結束了 好 這時候大概唯一你們會看到我們的機會 就在外面跟你揮揮手 然後呢在長榮派出國外收訊 然後到上海去當代表 那時候還沒有兩岸直航 我們把一架飛機弄過去 然後呢噴他們的logo 但是這架飛機是誰的 是長榮的 只是噴騎士噴上海的 再來又跑到德國 好 再給各位看一個簡單的資料 1196個機師 我們有維修證照的比 有飛行員證照的還要少 各位 這就是你們的未來的天象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還有很多成長空間 哪一個模式下沒有辦法執行自動駕駛 起飛的時候 正確 那個飛機飛行的時候 會用到哪幾種速度 我先告訴你有五種 紫空數 然後真空數 地數 還有校正空數 最後一個 馬二數 所以說在我們這行的話呢 最主要的你的努力跟付出 一定會有代價 後面這架飛機 誰知道是哪種飛機 744的貨機 欸厲害 744貨機 我那天我仔細數了一下 好 有706個 這個還不包含警告燈或是斷電器 我們每一個比表 每一個開關都要知道它的功能 按了它會怎麼樣 沒有人是天生的 天生的專才 如果你找個天才來飛 他不見得會喔 好 所有人都是被訓練的 所以飛行員 我們找的是可以 被訓練的人 還有就是從別人的經驗中學習 呃 所以我們不停的 每一年 每半年 我們都會有一些這個 Case Study 當了CPE一段時間 他還可以當 銀行局檢定指定的機師 我們叫DPE 好 就是發證照 他就可以代表銀行局發證照 他就當場求婚 我們就在旁邊敲編谷 他等一下就不好意思 你會請來答應嗎 我們從FO上來 其實一路升到正駕駛四條缸 那 這心態上 要怎麼做一個轉彎 我們的副駕駛 有規定MINIMUM的年限 以我們公司來說 最大要七年的副駕駛 才能升到正駕駛 那今天升到正駕駛 不是說突然位子一換 我就是正駕駛了 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做副駕駛的時候 你可能心態就要一直在調整 我今天我是正駕駛 我要怎麼做決定 那我的決定 跟Captain有什麼不一樣 隨著經驗的成熟 那你的決定 越來越接近Captain的決定的時候 最後為什麼我們會講到 叫Mental Fight 旁邊在做什麼 跟著想 不是說我們就坐在後面 就看他表演 我們就必須要一直跟著想 看他怎麼做的 如果當他的決定 跟你的決定是一樣的時候 就差不多成熟了 通常飛機有問題 副駕駛第一個動作 看正駕駛要怎麼做 那如果你今天坐到正駕駛位置的時候 飛機有問題 你總不能往右看吧 我們也會提供很多訓練 所以這個我覺得不會是問題 有什麼樣的動機讓你想當飛機 以及說你在學飛的過程中 有什麼樣的事情是你覺得 比較困難的 學飛行啊 這個是一個意外 當初 我看那時候讀大學的時候 我在校園裡面跑步 跑著跑步 有一天看到一張海報 海報在增飛行員 我就看到那個坐艙的駕駛 就我剛剛PO那個駕駛上圖 我覺得哇靠好酷喔 沒這麼複雜 看起來很厲害的樣子 那去做這工作也不錯 我就很喜歡就進來了 漂亮的頭巾 我有個飛行員的朋友 是女生 然後她這個月要生日了 我想要問說 如果要送飛行員生日禮物 就是覺得我送什麼給飛行員 是一個很實在的禮物 因為大家會覺得飛行員好 什麼都有 什麼都不缺了 你就親手畫一張卡片 他應該會很快 好 你要祝他生日快樂 真的快樂 飛行員的航空英文檢定 那個IQ的Label 一定是FO一定要達到Label 4嗎 IQ 民航局有規定 至少要Label 4 那Label 4 Label 5 Label 6 它有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負訓的年限 那如果是Label 6 那你之後就不用再考了 終身免試 4 至於4跟5 那個我不是很清楚 6 我是6 他可以叫我Mac 那2018年就 進入現在的民航局 擔任檢察員 那我第一次接觸飛行是 在UND 2014年的10月 我就跟公司說 我想要請假 然後自費去美國 學直升機 那我就趕在3月 2015年的3月底前 就報考 高考航空駕駛科 那放榜之後就有上 我就馬上跟成榮申請說 我要離職 在做搜救的任務 那我們知道直升機 我們剛講它的穩定性不夠 穩定性不夠 但是它的操控性就好 全世界的幾乎所有的救難任務 都是用直升機來做 第一次喔 我才剛check out 第一次的任務就是 救自己人 那個2016年3月 就是我們的AS365 腰洞拐 就在石門外海落海 這是我第三個真實任務 然後第二次再把 第二個搜救員跟當家 一起 大概2017年的時候 自己就自飛去阿拉斯加 飛了水上飛機 我講我阿拉斯加 我還去飛了Bush Pilot Course 在那飛的Bush Pilot Course 我沒有錄什麼影片 但是我網路上找的影片就是 跟我飛的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看它的長坑高 大概夠我落地 沒有太高的或太大的傷害物 決定風向 決定進場方向之後 確定地面的材質可以落就落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飛呢 因為阿拉斯加可能在冬天這些河都結冰了 所以它可以在這個河面上落定 Water Assisted Landing 我就要跟教練講說 欸這個超選的 我可不可以玩這個阿 我說I wanna make water splashes 阿拉斯其實不需要 你的空地不夠大的時候 你才需要這樣子 那時候我飛這個飛機之後 我有找了大學同學去坐在我後面 然後他下來說吐了兩杯 2018年我就被女王菊挖角來 擔任檢查員 那剛剛有講說 因為我是飛行員 所以距離讓我被飛撤機 那民航機的飛撤機 它負責全台灣所有民航機場的 燈光跟天線 就是Localizer、VO、Glizel 這些引氣的測試 在跑道的旁邊有四顆燈 那這四顆燈它的架設角度不一樣的話 它白色就告訴你 喔我飛機高了 我們再告訴你飛機地 你當初離開長榮的時候 最後 賠錢 喔對就是他們還是很堅持這一點 沒有啊 沒有因為你 想要做別的事情 一點都不退讓 就是我現在官比他大 他還不退讓 但你沒有後悔 一點都不後悔 我覺得這是非常振奮的 謝謝 謝謝 感覺聽起來你是一個非常喜歡冒險 也非常喜歡飛行的人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那時候是選擇去中南隊 從事這樣的直升機的飛行 你的家人是支持你的嗎 嗯 我考高考的時候我家人並不知道 公司也不知道 到我放榜了才所有人都知道 對那家庭革命還是他們就覺得 喔我考上了恭喜你 其實我去長榮也是我媽非常反對 她在打 她接到那個通知我去錄取的電話 還把那個人罵了一頓 我家人其實一直以來 我做什麼她都 我是非常支持 但是越這樣 反而越激勵我 我要下定決定 要做我想做的事 好 好 現在Sandy 你都可以扭拿到這個 好 好 好 現在Sandy 你都可以扭拿到這個 你就扁上去 謝謝囉 跟那個Alex 我也有扁 對 嗨我是丹丹 別人說嗨我是丁丹 你知道他是誰嗎 嗨我是丹丹 他是丹丹 事情比較避免 好 好 在家人可 別人扭嘮 超細小小小小小小小嗎 滿大的 不甩有 太棒了 幸福 很幸福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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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我現在就是要過報你 這話是來什麼 我真的覺得很高 我真的覺得很高 我覺得你根本就只是想要來爭取的嘛 我覺得我一定要來 你下次我又練我再來吧 可以喔可以 我覺得我虧到年紀之外 其他應該是來試看看的 而且上有實在我都練完了 我應該是當高年版的時候 其實根本就是來 來吧 來吧